天然古佛词讯,团结,凝聚 土耳老是觉得道场很现实 现实是你们自个儿创出来的 是你们不够团结 不够凝聚,才感受不到温馨 所以无论身为前贤或后学 都要互相体谅,互相包容 一个道场的和谐不是靠一个人 一根柱子不能建造一间屋子 而是靠大家的力量 所以保护道场是每个人的责任 每一个人的职责 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够了 家里的人自然受到熏陶 朝着这个目标去做就是维护道场 不辜负自己,不怕毁谤 才是标准的修道人 人和人之间有,缘,自在左右 虽然大家都在修道了 但是这脾气与毛并没那么简单就改掉 大家在共识中彼此磨练成长 这是好姻缘啊 本是同根深 要懂得时时成全别人 端正自己 学感恩,学包容,学体谅 这是提升自己一个好机会 懂吗? 名为修行人,内心时刻都不清静 那你称为什么修道人 私心偏见贪心 都是败坏修道的病因 要不苟且 不要得过且过 不要轻易原谅自己 如果修道十年二十年都没有改变 那你不是白修一场吗? 在修道半道路途上 有的人忽作忽错 为何会如此? 乃在于自己的内得眉陪 对到没有信心 没有时时回光返照 才会造成偏见 往往眼睛往外看 看着他人的缺失 看着他人的毛病 眼睛往外看 看了就有所执着 执着则心无法平静 眼耳鼻舌身意皆染成 就无法将心定下 许多的杂念就由此而生 徒儿们当要知道 这社会 城市就是一个大染缸 若不能在此城市中修 就无法将圣叶红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